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呢其实有一则新闻非常的有意思 他是讲说有一个男子 他在去年参观预售屋的时候 一口气他买了七间房十四个停车位 那总价大概五千多万 那么这个还要求建商说把他列为保密户 因为他说他不想让家人知道这么多的东西 结果呢事后这位男子他以自己造育症发作 才疯狂购物 要求解约然后退还这个预付款六百多万 那么这个事情当然就到了法院去 法院最后面判决是这样 应该说一审 一审呢他说没有办法提出造育症的就医记录 认定契约是有效的 但是没收六百多万的违约已经太高 所以建商要凡两百六十万 大概目前一审是这样 这个案子里面有很多有意思的点要来做讨论 首先第一个点当然是我们讲说 躁愈症或者说是忧郁症 或者我们讲一般严重一点说 在法律上来讲我们叫做精神障碍 这个部分到底在法律上什么意思 因为像是这样我们回归到民法 民法我们说二十岁成年 那么二十岁成年呢 基本上来说他有一个所谓的完全行为能力 那二十岁以前呢 如果是未满七岁 叫做无行为能力 那这个行为能力是要做什么用的 行为能力跟责任能力不一样 很多人讲十八岁成年 十八岁成年是错的 十八岁根本没有成年 十八岁叫做有责任能力 那么十八岁这个责任能力的判断 是用来判断说如果他犯法 所谓犯法是说杀人犯火啊 伤害别人啊等等 这种犯法的行为的时候 他要报复完全的责任 这个叫责任能力 所以如果未满十八岁他犯法的时候 他因为是部分责任能力 有没有完全吗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我们讲他这个所谓的部分的责任能力 他要负部分的责任 所以我们会把他侵判 就是说他有减刑的事由 那会移送少年法院来做处理 这个叫做责任能力 但是二十岁这个叫行为能力 行为能力就是我们讲成年嘛 你一个人具有完全的行为能力 就代表你这个人成年了 那么成年的时候呢 我们通常是这样来看的就是 你在签契约 为法律行为等等的时候 这是生效的 就是完全的效力 那如果换句话说 如果十八岁的孩子 去签约买房子 这时候这样的契约叫什么呢 他不是无效 他叫效力未定 所谓效力未定的意思就是说 要他的父母出来啦 或者他的法定代理人出来 承认这个契约是有效 或者这个父母可以说 我不承认 那我不承认的时候 这样的行为 原则上就会变成无效 但是 但是当中还有很多很多的细节 这我们在之前节目讲过了 就先讲到这里 总之就是原则上二十岁的成年 二十岁成年 那二十岁成年之后呢 他所谓的这个 就是所做的这些行为 法律上的行为 就是生完全的效力 他是一个独立的完整的个体 不需要父母再来替他 做决定任何事情了 那当然相对来讲 父母也不必养他啦 满二十岁以后 我常跟我的学生讲 就是他大三可能是二十一岁 我常常跟他们讲说 你们虽然大三 可是不要 不要以为父母养你们是应该的 因为父母在这时候 给你利用钱 帮你付学费 都不是他的义务 你满二十岁了 二十岁以后 父母就无需要 再去承担任何的义务 那有给是照顾小孩 没给 那也差不多而已 那回过头来看 什么情况之下 一个人成年之后 有机会 他的法律行为会变成是 需要法定代理人同意 也就是我们讲说 类似限制行为能力 或是他的法律行为 他做的法律行为 完全都不需要父 完全都需要父母来帮他做决定 就是他的法定代理人来帮他做决定的 这个基本上机会很少 法律上我们讲只有监护宣告 跟所谓辅助宣告 那另外一种情况 很例外很例外的情况 这就是今天这个案子的情况 他没有监护宣告 他也没有辅助宣告 可是呢 他在日常生活当中 他其实有罹患 相当的疾病 而且这个疾病呢 让他的思绪 会呈现一种所谓的 精神上很大的问题 他没有办法去辨识 他欠缺了辨识能力 他欠缺了这个所谓的 呃判断势理的能力 在这个时候呢 他是偶发性的 他不是经常的 那这种情况 短暂的精神障碍 这个部分也可以主张 他的法律行为无效 但非常困难 所谓非常困难的意思就是说 今天如果我们要去主张说 这个事情呢 本身来讲 他是不具备有 呃当时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不具备有意识 他的意识模糊啦 甚至乱七八糟 就是可能他精神上 虽然外观看起来都很正常 但他精神上有问题 他在签名的时候 根本不自觉乱签 他也不知道内容是什么 这种情况要举证 因为对己有利之一方 我们要负举证责任嘛 那我们要主张说 我当时有这个情况 我们原则上满20岁就推定说 你们签的契约都有效 那你现在跟我讲无效 可以啊 你举证嘛 举证说你当时的情况 确实是这样 在本案当中哦 这个男子呢 他所举证的可能是不足的 因为法官后来的判定标准 是认为说 你说你有躁郁症 但你的躁郁症就医记录在哪里 拿给我看 发现他并没有 那换句话说 法官认定 他签的这七间房 14个停车位的这种契约 在法律上是生效的 是有效力的 所以说 在这个部分来讲 如果我们未来要做这样的抗辩 恐怕是相当困难啦 就是说 在法律上我们要去主张说 当时我们 完全精神上是没有办法控制的 这个部分 如果有传证人来 如果甚至当时有录影录音 或者甚至 这个人当时的表现行为 就跟一般人一样 又加上没有就医记录 20岁以上 你签的约 原则上就是生效 这用这个来抗辩比较困难 可是另外一种情况 这可能蛮符合 我们有些老人家啦 因为据说80岁以上 得到所谓的阿兹海默的老人家 其实是越来越多的 有统计过的比例 甚至已经快到四分之一了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有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 就是说 有些老人家 他可能会被骗 比如说买房子 或者汇款 等等这样的一种情况 那当然现实一点讲 就是遗产 不同的儿子女儿呢 可能面临到遗产的时候 他们反应不一样 但是 有些老人家 当他年纪越来越大 可能我们就会认为说 你那个某某某是不是给老爸洗脑 老爸当时已经没有能力来判断事情了 结果你叫他把房子过给你 你要争遗产嘛 那叫老爸还活着的时候 先把财产过给他 那这时候大家就会吵架 那那个照顾 那个照顾爸爸的人可能会说 没有啊 爸爸自愿的啊 然后说不是啊 不是自愿的啊 好 爸爸过户给 把房子过给儿子女儿 这个时候到底是不是有效的 那当然我们来看这个事情 回到刚刚的原则嘛 20岁以上原则就有效嘛 那第二个原则是 你要去主张他有精神障碍 你必须要举证嘛 这两个部分都没有的时候怎么办 那原则上法律都会承认啊 原则上都会承认说 你主张你父亲当时过给他一笔钱 或过给他的房子 你认为是没有效的 那麻烦你举证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吃亏 举证不出来 所以 当然最好的方式是多关心爸爸妈妈 不要想到钱才想到爸妈 可是 如果要讲釜底抽薪的方式 就是说把事情做一个确定的方式 最好就是说 当我们发现爸爸妈妈 有一些状况的时候 能够去法院申请 最低程度的辅助宣告 那好 我们回到刚刚讲的 辅助宣告跟监护宣告有什么不一样 辅助宣告就是把这个人 因为原则上满20岁就有完全的行为能力嘛 我们把这个人打成 他只有限制行为能力 也就是 介于7岁到20岁 烦恼还童的状况 第二种叫监护宣告 监护宣告就打成7岁以下 7岁以下就是无行为能力 好 那我们回过头来讲 7岁到20岁限制行为能力 跟7岁以下无行为能力的差别是什么 刚刚我们讲的 7岁到20岁这一段所谓的限制行为能力 他的法律上的这个行为 要经过法定代的人同意 如果没有同意之前叫效力未定 那效力未定就是也不讲有效 也不讲无效 那这不讲无效 不讲有效怎么办呢 他的情况通常是这样 他就会说 假设我是卖方 那我就会打电话去给对方的家长说 你儿子在我这边买了一台自行车 到底你们要不要买 因为效力未定 赶快给我个了断 那这时候爸妈就可以选择了 说要不要 那如果不要 这个契约就无效 即使他儿子签名也一样 如果他说要 那要就是补证 把这个部分补证成说 这个法律行为是有效的 法定代的人同意 那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讲说 保护未成年人的一种方式 7岁到20岁 那如果7岁以下我们讲 无行为能力的意思是什么 无行为能力的意思是 他做什么 都不能够事后补证 也没有要或不要 反正他做什么 通通都是无效的 在法律上我们都认定是无效的 因为他没有行为能力 没有意思表示的能力 在这时候我们就认为 法律行为 我们全部把它做这样的一个定性 好 那回过头来看 回过头来看 就这件事情来说 我们刚刚为什么讲说 父母如果说 当他迈入老年之后 当他的状况不是很好 或是我们自觉我们的状况不是很好 好 有些老人家自己可能感受到说 哎我最近常常忘东忘西 然后我有一种情况是 我甚至有时候偶尔会忘了回家的路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的建议会是 到法院去做 所谓的辅助宣告 最少你要做辅助 为什么呢 做了一个人成年之后 就没有法定代理人 原则上就没有法定代理人了 那么 当一个人被宣告 不管是监护宣告或辅助宣告 法官都会帮他选一个 叫做监护人 监护人 就是负责来监护这个爸爸妈妈的 那 法院会怎么选呢 通常就是有人去申请 那法院就会把所有的关系人 比如说配偶啦 通常父母那时候已经过世了啦 他可能学找配偶 还没有过世的 还没有 精神状况还没有那么差的配偶 然后找这些儿子女儿 或兄弟姐妹都有可能 法院会把关系人找来 那么一方面把这位老人家送鉴定 到医院去鉴定他的精神状况 然后另外一方面就会 问这些兄弟姐妹 儿子女儿配偶的意见说 如果他的精神状况真的不好 我把他选一个监护人 那你们希望推荐谁 那选了监护人之后 还会推立一个叫 财产清澈的开立人 这个财产清澈开立人跟监护人 这个状况比较有意思的是 他会很像一个东西 就是说 公司的董事跟监察人 有点类似是怎样 就是说 一个负责开立爸妈有多少财产 那一个呢 就会负责要去照顾爸妈的 大小事项的决定权 就在他手上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会比较有效的保障爸妈 也就是说 就父母而言 他就不用再去烦恼说 今天谁会骗他 他这个有什么事情需要注意的 那与此同时 与此同时 当我们这些所谓的儿子女儿 也不用再去担心说 是不是哪个兄弟姐妹 耳鱼我炸会去骗对方 因为就我个人在处理 这种诉讼的经验来讲 很多儿子 我还看过有儿子很坏 他去叫妈妈练签名 他妈妈其实已经都 不太记得什么事 但是因为没有做监护宣告 也没有做辅助宣告 他就叫妈妈签名 然后拿契约书给妈妈 跟妈妈说 妈我跟你讲 这个是领导人年金的文件 你就签吧 然后带他去护证事务所 办应件证明 问他干嘛 他说 妈这是要领导人年金 领钱要用的 他就签了 签完以后呢 去办过户 申请土地权状 他就跟爸妈讲说 就跟妈妈讲说 妈这个是要用来 这个证明你财产的 就这样过了 过了之后 不跟兄弟姐妹讲 隔两三年父母过世的时候 再来打官司 那怎么办 这个时候你说 爸妈当时已经精神状况不好啦 他会说很好啊 他都去办应件证明 这都是他自己办的啊 那这时候 怎么举证 都是问题 我们说爸妈精神状况不好 对方一定说 精神状况好得很 都没有问题 他知道他在干嘛 两边打诉讼的结果 很有可能 举证不足的这一方就会败诉 那这时候对于 兄弟姐妹的情感 对于整个家的运作都不好啦 所以 就这件事情来讲 其实我们会建议听众朋友 可以的话 尽快去 就是如果家里面长辈 真的有这种情况 尽快去做所谓的监护宣告 和辅助宣告 因为 一旦做了以后 那保障就会多很多 至少 大家不会吵架 那回到我刚讲的 监护跟辅助宣告 监护宣告跟辅助宣告 在这个地方上面 其实他的差异就在于 一个 就是他还是可以进行 日常生活的一些行为 那另外一个是完全不行 那这个就要斟酌 因为一般法院在判断 他是根据 医生的诊断证明 来做判断 那么医生如果认为 他的状况已经行为 退化到跟小孩子一样 很严重了 那法院就会给到监护 那如果没有的话 会给辅助 不过实际上来讲 他的差异 都要由法定代理人 来同意才行 而且一旦进入监护宣告 辅助宣告 大笔的现金流动 或者是所谓的不动产 要办移转 都必须要是为了 受监护人的好 所谓受监护人好 就是说 我们不能没事就说 现在当然如果没有监护宣告 我想把房子卖掉 就把房子卖掉 这没差嘛 自我的财产 我想怎么处分都可以 可是一旦 到了监护或辅助宣告的时候 你说今天要卖房子 这要承报法院 要承报法官 那要说明 为什么我要卖房子 那我卖房子的用意在哪里 比如说是不是因为 爸妈的存款用光了 兄弟姐妹没钱 养他 所以只好 先把爸妈的房子处分掉 或者是呢 哪个兄弟姐妹 愿意花钱来买这个房子 那所以他既然钱愿意进来 我们就把这个房子给处分掉 这个在处理方式上来讲 都是比较好的啦 所以如果我们家里面 有类似这样的情况 自己可以去申请 自己可以申请 那么也可以有所谓的 检察官申请 那当然也可以家属来申请 亲属来做申请 那么申请之后 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之后 对于大家都好 如果现在我们家里面 有类似这样的什么 类似躁郁症啊 思觉失调啊 或忧郁症 这个情况适不适合去做 这个很难讲 这个很难讲 一般来讲都还是要看 医生对这个事情的判断 因为我们要信任专业 医生做判断之后 那把报告送给法院 法院就来做决定 可是呢 如果没有做 像今天这样的答辩 他说 我觉得我躁郁症发作 我疯狂购物 这个我们为了保障交易安全 我们为了保障这个契约的神圣 原则上我们对这样的事情 采信的机会都不会太高 那这一点可能要提醒 听众朋友注意 所以家中不管是有 精神障碍的状况 或是有所谓的 我们刚刚提到说 失智 那 阿兹海默 这样类似这样的情况 有提早征兆的时候 可能在征询医生意见之后 为了保障这些人的权益 尽快去做 这可能是对大家都好的 好 那么时间的关系 我们先休息一下 下一段我们开放call in 我们电话是 0283693398 0283693398 待会见 欢迎回到98新闻台旅秋远 时间节目现场 我是旅秋远 我们接下来开始 接听众朋友的电话 我们电话是 0283693398 那我们邀请第一位 孙先生 孙先生你好 请说 那这边有那个法律 我想请教你一下 就是我有朋友 有一个女性的朋友 她因为前夫好赌 那也帮她背了不少赛 那后来又没有办法 然后就跟她协议办离婚 那当时的小孩监护权 是给男方 那因为这本身她就是好赌 小孩子 每次在探视的时候 她就说爸爸对她不好 那后来就打官司 然后就把这个监护权 给讨回来 那重点是 她因为帮她前夫背了一些资产 那每个月薪水 被扣三分之一 她资产就是 她本身正正有患 所谓的那个精神方面的忧郁症 那她觉得想 这两个小孩子 在她身体不见得好 那她想把这两个小孩子 就是说能不能说 把她监护权 还给她的前夫呢 因为这个孩子也 性也患了 患了她自己本身的心 那这问题这样怎么处理 会比较妥当一点 麻烦你 我觉得你们 我觉得好 没关系 我就直接这样回答好了 因为您可能对状况 不是很清楚 但是我直接讲 一个精神 我们现在所有 民法上亲属边的这个概念 都是为了孩子的最大利益 而不是为了父母 我现在听起来的感觉是 两边对于这个孩子 事实上考虑的都比较接近是自己 不是孩子 也就是说呢 你要想哦 其实就像您刚刚说的 孩子也跟妈妈信了 那也好不容易透过司法程序 把孩子的侵权拿回来 要好好带孩子的 结果现在为的好像又是经济上的问题 那他又觉得说 还有就是那个 他本身精神上的问题 对啊 但是这个部分我们大人 这两个孩子几岁 国小跟国三吧 国小六年节 其实您要想哦 国小六年节跟国三 他们都懂很多事了 那今天其实很多时候反过头来 说不定是他来安慰妈妈 不是妈妈照顾他们 因为最主要就是 他也没有那个心理去 照顾这两个小孩 那你觉得爸爸有这个心理吗 那他本身也问过社会局 那社会局在那边打我是说 如果说今天要寄养家庭的话 那需要就是父母亲 双王或是都在入狱 那这个东西好像也不符合他的 我觉得 我当然不能强迫要求 妈妈一定要进母职 我也不敢要求爸爸来进父职 但是一个国三一个国小六年级 他们正很强烈的需要爱的时候 我会觉得把他丢到寄养家庭去 这样好吗 是不是妈妈应该可以先把自己的精神状况照顾一下 那请社工来探视 请社工定期帮忙来了解状况 这样会不会比较好 但是仍然跟孩子好好的住在一起 然后告诉孩子说 妈妈现在精神上生病了 可能需要一点治疗 那这段期间会有社工姐姐社工阿姨来帮忙 那我们还是住在一起 但是如果妈妈有时候没有办法照顾好自己的时候 你们可以就是帮妈妈一下 让孩子知道状况 而不是直接就把孩子说 我不想带了我要丢回去 这样不好啦 因为他的问题我是策略了解啦 就是他问我 那因为我这孩子本身也真的是不是很好笑 然后也他也是心力俱疲了 也上过法院偷过东西 然后他因为这样子工作到也是分身防守 然后他也不知道怎么办 然后再来就是他妈因为他父亲也刚去世 那他家里这边也都建议他说你真的没办法 那有没有办法找人收养 可是我觉得收养有困难 我觉得收养也是有困难 但是我觉得找人收养是个方式 这样啦孙仙 我觉得你请你那位朋友 第一个到社会局去再不要找寄养家庭这个途径 看社会局有没有其他方式来把它们列为高风险家庭 然后多关心一点 那第二个就是说 如果真的真的不行 那可能走收养路线好不好 那能够说这个抚养权再交还给他前夫 他前夫说好就好 我没有意见 但是我不是很赞成就对了啦 你就全部都讲得那么糟了 那再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因为这个姓已经改过一次 能够再改回他前夫这个姓吗 那姓不是重点啦 他前夫搞不好也不信定要他改啦 要改再去改啦可以啦 可以再改就是了 对啦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你们两 就是他们两边好像都把孩子当 当皮球 我觉得不是很好受啦 再想一想好不好 是OK 谢谢你 不好意思 拜拜 好的 下一位李小姐 李小姐你好 李律师您好 久等了请说 不好意思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说 小朋友监护权的问题哦 那因为我先生前几年 他有对我跟孩子都有家暴 那我的部分他已经有判刑了 那因为小孩都一直都是我独自一个人在照顾 那经济的部分我也常常就是要自己去想办法 那他现在是有强制执行三分之一 那最近他又有对小孩动手 那我实在是很受不了说他一直在 算是在就是每次回来之后就开始捞乱我们的生活 那我是很希望说小孩的监护权 是不是说有可能可以请法院就是先 因为既然我都是主要照顾者 是不是有可能可以先暂时让我代为 就是全权做处理 你们离婚没有 还没 分居没有 他就一直在落跑当中啊 就是你们都一直不住在一起嘛 对 好那就是 你这样薪水三分之一还扣得到 他有在工作 最近我好像可以扣到二分之一了 因为我有因为生活过的不是那么 为什么可以二分之一 没有啦强制执行法规定最多只能扣薪水三分之一 我就是有请律师帮忙一下 那因为我们生活也就是说还要再去靠 我跟你讲 分居满 你第一个你想不想结婚 处理离婚问题 一起处理 因为小孩目前他懂事了 那他不太希望我们离婚 那再来是 我最主要是怕小孩之后离得婚 他可能会用监护权来威胁我一些条件 你想太多 我不知道 因为我觉得对方他很反复一下要一下不要 我跟你说有些事情是轮不到他说要或不要的 有些事 比如他对孩子有家暴而且惯性家暴 这个部分将来在法院或社工在评估侵权的时候 大概轮不到他啦 可是他每次都就是他他很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人教他啦 因为他就是都在边缘走 就是有时候因为有时候他对小孩不好说我不可能 他对孩子怎么不好 就比如说孩子只不过是帮他整理行李 然后他就把孩子推倒在地上 然后就骂他就骂他三字经 录音 我跟你讲 那很突发状况我怎么录音 不会不会不会 你不是说他常常走吗 对那我就有录到几次了 对够了 可是有时候他当下那种 他就很奇怪他很喜欢做那种临时 就我不知道他在干嘛 反正他有时候就是会会搞那些招数 那我是觉得说他这样对小孩那么不好 可是小孩可以自己刷小孩几岁 小孩很小我也满七岁 没关系 一样他可以跟社工也可以跟法官说 可是我有一次我们上法院 我觉得那个法院那个法官我也很不服他 因为他竟然就是有一点 就是叫小孩要上台就跟他聊天 那小孩第一次碰到他 他怎么可能会跟他愿意跟他那么亲近 哪一个法院 士林 不会啦 我知道是谁 但是我知道是谁 但是但是那个不会 那个法官人很好啦 我不知道我就觉得说 他只是要拉近他跟孩子的距离感 真的 你不要想太多 为什么我先生已经做到这种地步了 不不不他不是要下小孩 他只是他有时候还会叫小孩去做那个法官的位置 真的 我觉得他一点都不好玩也不有趣 不是啦 因为已经被家暴了 我知道我知道 他只是尝试要展示他的友善 没关系啦 我要跟你讲的是说 总之你如果要处理 我会建议你一次处理 你不要管 我常讲一句话 我说快乐的单亲比被伤害的双亲要来的好多了 你要跟孩子讲 可是李律师我一个女人家 因为小孩长期都是我在带 那我也 建务权应该会是你的啊 老实说我也跟社会拖结一段时间了 那我也不确定说 我一个人是不是能够有办法扛一整个家 因为毕竟他还 我还是一个家啦 我现在我不要这个家 我还是一个家 我还是要自己扛 可是问题是我很担心说 我会不会到时候就像上一通电话一样 就是妈妈经济能力不好 那你觉得你不跟他离婚 经济状况就会好吗 我不确定 这都是不确定的 至少对方要付一些真 因为毕竟不是我把这个婚姻弄破的 好反正你记得 你要去确保孩子的健康快乐 不要再被那个女先生骚扰 就这样一句话 可是问题是说 我觉得 你一定要搞清楚 全部能先给孩子 可以可以可以 你先提告 好我讲最后了 那个前面 反正你自己在评估啦 我的意见跟您有点不同 你总之 你如果要这么做 你就去提那个监护权 因为你们分居如果满六个月 你可以请法院拓定监护权 可以做 那你就再到市邻地方法院再提一次 这样就好了 好不好 所以这是很简单的做法 分居满六个月就可以提了 所以也不用像刚刚您刚节目说 什么监护宣告 那个应该跟这个不一样 没有啦那跟无关啦 这个是那个 好谢谢律师 好拜拜 好的 不过时间的关系要休息一下了 待会还有一位线上有一位先生 那就待会请他再打过来 那我们就待会再接听电话 02-8369-3398 待会见 欢迎回到酒吧新闻台 旅秋远时间节目现场 我是旅秋远 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朋友朋友的电话 我们电话是02-8369-3398 我们邀请下一位陈先生 陈先生你好 陈律师你好 是 因为我有一个就是我弟弟的 他过世之后他很确定是赛咬大力 然后他们现在国序法律已经有 是法定的限定组成吧 他的职理 但是他的职理在这个三个月之内 又提出那个限定组成 这样子他的效率怎么样 没有了 是 然后呢 还有他这样的情况 他这个因为他们是看那个网络啊 然后自己就到那个法院去 替那个限定组成的那个状况 嗯 没关系这个事情其实自己办就好 不一定需要律师 啊法院都有一些相关的表格啦 齁 所以这个倒是不用担心 我觉得现在的一个重点是在这里哦 呃就是他的亲人 过世的这位亲人 他有任何资产吗 就是 就是资产几乎是 没有 资产是有一些就是说 看不出来到底是谁的 这样子 就有些策子他们就不敢动 名字是他的 我说那个千万就不要动 嘿 我跟你讲哦 反正基本上限定组成是这样 其实现在我们都是原则限定啊 那所谓的限定组成 他的好处在于 一旦宣告限定组成之后 就是法院如果说 呃我们在办限定组成的话 以后哈 他的这个资产 他所组成的资产 最多就是说底掉负债 那如果说负债有更多 他也不用负担 这个叫限定 而且就是这一代 就可以结束掉 可是如果是去办抛弃组成 有一个困难点就是说 他资产也不能要 负债也不能要 如果万一有多的他也不能要 那限定的话就是 如果有多的还可以要 那我觉得他去办限定组成 没什么问题啊 很好啊 法治观你很正确啊 我是怕 我会不会到时候 好像那个法律有规定一条 是恶意的那个 对所以他不能去恶意处分财产 否则会什么 否则会丧失限定组成的利益 那是全部限定组成人 全部丧失还是 去处分那个人丧失 就是会变成 基本上处分的那个人会丧失 这样子哦 反正要小心一点 自己办他们自己这样上网看着办没关系啊 去找法院 他会处理 你不要担心 找法院已经地壮了 法院也叫他们什么 那就好啦 该补的东西把它补一补啊 这样就可以了 对啊财产不要处分 好谢谢律师 谢谢神仙 好拜拜 好我们下一位请潘小姐 潘小姐久等了请说 呃喂 李立轩您好 我想要请问一件事情 就是那个祖母留了一些财产 那如果说姑姑要求先拿50% 那侄子侄女有十几个人再分50% 那我请问一下 依照您的观点以法律来讲 可否要求姑姑一起均分呢 等一下 祖母过世了吗 过世了 过世了 过世了那他有遗嘱吗 遗嘱 好像没有 没有写遗嘱 那就按照法律来分 所谓法律来分 那你祖父还在吗 祖父 祖父在了 好那就是他几个小孩 他几个 现在有三个 现在就是姑姑和九个小孩啊 就总共十个 嗯 十个小孩 那就一个人分十分之一啊 就这样啊 姑姑凭什么说分一半 姑姑她说要求她要分50% 然后其他大家用那个 公告计算 你跟她说 李律师也要分50% 不是 不是 李律师 姑姑说她是长辈 不是 这法律就没有规定长辈 那个法律也没有规定 李律师可以分啊 你懂吗 法律规定就是 每个人十分之一 就这么简单 没有了 因为姑姑已经说 姑姑已经说她要50% 然后大家用公告地价拿钱 哦 你跟她说 嗯 很好 这样就好了 蛤 很好 但是我不同意 这样就好了 这样就可以吗 对啊 我告诉你 如果到时候真的不能分的话 我教你们 你们就去法院宣告 就是先去把所有财产登记 共同共有 登记完之后 就去法院提告分割遗产 法官就会每个人判十分之一给你们了 不要听她的 因为法院好像要求要辩论吧 不用辩论 就每个人十分之一 我跟你说 法律没有规定一则叫做 比较老的分一半 没有这一条 哦 是哦 那当然 他去法院告遗产要分割 而且那个李律师 那个姑姑去法院告说 遗产要分割 而且还找律师写信给我们大家 那不要理他 他没有资格分一半啊 何必勒 这法律规定就是一人一份 总共十分之一 没有什么长子多 哎 闽南人还有一个习惯 长孙多一份 那个如果 那个如果大家没讲好都不行的 那习惯不影响法律 法律规定就是 孩子每个人平均一份 就这样 平均一份 哦 好 谢谢 好 拜拜 对不对 如果 比较老就可以说我要分一半 那李律师也可以分一半哦 这什么规定啊 没有这种规定啊 哦 基本上 我们的继承很简单 第一个 就是子女 那如果当中这十个人 有一个子女过世 我随便举个例子 比如说老大已经过世了 但他留两个小孩 那是不是继承的人有十一个 分几份 十份 为什么 老大那两个小孩 何分老大那一份 那个是一个 中国古代叫做 一大房二房三房四房的概念 但是原则上他很简单 就是每个人一房分一份 就这样子 好的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就跟天后朋友介绍到这里 我是吕秋远 我们下周见 拜拜 拜拜